像這邊可以有一個按一下這個按鍵 然後呢也可以把最後的結果幫我把它 顯示過來的話 清楚 所以兩個按鈕一個是把剛剛 那 兩個按鈕做法基本上當然你可以用 幾個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怎麼寫VBA的話其實你可以把 把剛剛的這些動作 把它再做一遍 有沒有 錄製成聚集 錄製成聚集之後呢 把它變成按鈕 他一樣可以OK 或者另外一個就我們剛剛那個那個步驟 因為剛剛那個大樂透的那個下載是我們一個step一個step慢慢的去把它寫出來 那這邊其實也可以寫出來 OK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想要怎麼樣想要把那個剛剛的這些步驟逐一逐一的寫可不可以 全部都可以把它變成VBA只是說因為還是太複雜了 所以這裡的話我大概就點到為止 如果回去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想想看 比如這一題 全部都在把它 用那個 VBA再改 其實大家也不困難 第一個就是說 你看 因為count if 在VBA裡面 它沒有 對應的函數 所以這個部分也許最簡單的話就丟公式 你就把那個 count if 把它先丟到這邊 然後再利用那個什麼 篩選 篩選的話 基本上 在VBA裡面 你可以用錄製的 裡面有一行 其實它這邊裡面的話 實際上就是利用有一個方法 有沒有這個是我錄好了 而且上面我有把它加註解 OK 因為這個錄製劇集前面講過 所以 細節我就不贅述了 其實最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 叫做 這個目前的工作表 的哪個範圍 後面關鍵的地方就用這個方法 其實呢 我們剛剛用的那個資料裡面那個篩選 有沒有 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 在VBA裡面呢 它就是一個叫做 Auto Filter 的一個方法 然後後面的話 基本上 再加上什麼 根據哪一欄 Field就是哪一欄 然後 Criteria 這個是1 123是1 第一個條件 給它什麼條件 給它是1 OK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呢 將來你也可以自己改寫 當然顧名思義 如果你有Criteria 第一個條件 當然也可以有第二個條件 比如說你欄位 篩選 也可以 一個條件 或第二個條件 或 第三個條件 它其實可以有很多條件 如果你不要用或 你可以用and 其實這邊可以做很多的 這個變化 最後當然要把它複製 貼過去 所以其實 這邊全部都是用錄製的 所以這個當然 將來如果 有時間的話 也許你們可以想想看 怎麼把它改寫成VBA 如果 暫時 功力還不到那邊的話 至少 你要懂得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 寫成 錄製成 這個劇期 然後並且可以執行 這樣就OK了 清楚 然後按一下 又可以把 前面東西 再幫我把它 全部再做 過於 其實這邊錄製的話 你可能要注意一點 因為這個是跨工作表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幾點 第一個 可能 你在錄製之前 可能要先把篩選部分 先把這個篩選先取消 那也許 錄製的話 第一步記得 你的郵標一定要是在 這個工作表裡面 再切換過來 然後再把郵標放在這裡 這個動作 一定要做到 不然的話 最後你錄下來的東西 不能用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沒有點這個動作 他郵標 不會放在那個儲存格 如果你本來已經在那上面 你再點一下 還是一樣 他沒有錄出那一行 所以特別重要 郵標一定要放在 這個儲存格以外 再錄製 所以一定要把郵標放在這個工作表 點他一下 再點這邊 點這邊一下 然後這邊打個勾 向下填滿 再來郵標放上面 有沒有 然後 再利用什麼 資料裡面的篩選 然後把這個 我們要的 打勾 然後在郵標放在A2 Ctrl 去向下 這個Ctrl 選取的話 記得一定要用那個 快速鍵 你不能用 滑鼠選 否則會失敗 然後Ctrl C 貼過去 Ctrl V 這樣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完成了錄詞 然後在run 之前 我是建議 可以在 你們的那個 錄下來的東西 上面再加上註解 每一個每一個動作 加上去 然後 就可以把他run出來 我們要的結果 不過 你會發現 執行他的時候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點一下 好像有點怪怪的 哪裡怪怪的 他怎麼樣呢 他會卡在 前面那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滑鼠油把點那邊嘛 所以他會把那個動作 也做一遍 剛好你點過去 的同時 你這邊不是會有一個什麼 執行這個 向下填滿他要跑很久 因為他實際上 是每個每個範圍 去做check 可是會 就是這個問題 其實有同學問說 老師這個好像感覺 跑起來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 因為他卡在這邊 然後最後做完才會切回去 這樣子的話呢 感覺有點不是很舒服 雖然不影響結果啦 可是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不可以限制說 他不要 有剛剛切過去那個效 那個那個畫面 卡在那個地方 感覺好像有一點點 程式 雖然有點不是壞掉 但是感覺有點快要壞掉那種感覺 有沒有辦法 讓他不要有這種效果出現 其實你可以 在那個 程式裡面 其實只要做 加上一行程式 基本上 就可以解決剛剛那種 卡在那一行 那個那個畫面 的問題發生 為什麼會 有那個卡住的問題 主要原因是因為 畫面要更新 但是因為你背後又 跑一些程式 所以他變成說到底要更新 還是不要更新 然後程式又 跑 其他的東西 所以 只要怎麼樣 只要把那個畫面更新的部分 關閉就可以 那畫面怎麼更新 基本上 如果你要把畫面更新 關掉的話 第一個 你要知道 畫面更新 由誰 由誰管理 其實是Excel Excel的話 他有一個物件名稱叫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其實指的就是Excel本身 點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 裡面的話會有很多設定 其中有一個叫畫面更新 畫面是Screen 所以打個S 你會發現 底下有個 Screen Updating 你可以把Screen Updating選取 等於後面加一個 你會發現有 開跟關 有沒有 True的話是開 關的話呢 就是False 所以其實把畫面更新給關閉就可以 好 其實就加這一行 理論上應該就OK 我們來試一下 剛剛那個畫面沒有更新 有更新 所以它會卡住 所以把畫面更新關掉 試一下 清楚喔 按下它 你會發現 有沒有 畫面這個時候 它不會卡住了 不會像剛剛 最後有沒有有出來了 OK 所以其實基本上 如果你 不要有剛剛那個問題發生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再加一個 Application.Screen Updating 把它關閉 畫面更新 其實就可以 不要有剛剛那個問題發生了 但是呢 請注意一點喔 如果你畫面把它更新關閉 目前當然還沒有看出什麼樣不好的地方 不過我是建議 最好你可以在那個畫面 最後End Sub上面這一行 把它再加一個什麼 把它再打開 因為如果你沒有打開 以後應該要更新的地方 卻不更新 以後比如說有些地方 可能要跑一些東西讓你看到 奇怪怎麼不出來了 那是因為你的Screen Updating 把它關關掉的緣故 OK 這樣的話我們就按下它 它就可以把結果跑出來 不過還是有點慢 OK清楚 那另外呢 Screen 這個Updating關掉 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它跑的速度會稍微快一點點 這可能 那目前因為 這看不出來 你可以比較一下 我實際上試過 大概可以 大概快50%左右的 效率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這一題 黑名單篩選 把那個畫面更新 錄製去集 並且把那個 畫面更新給關閉 古意 其實是 不要試過 把那個畫面更新 我會 說 我來 說 谢谢观看